今天是我来的这个世界的第88天 眼睁睁的看着这座掠夺这堡垒在我面前焚烧殆尽 唉 我长松了一口气 一半是我拯救了黎明苍生而感叹 另一半是为了我那只没有被我救出去的铁傀儡而感叹 之前是谁在家里欺负铁傀儡来着 唉 沙漠的环境果然十分恶劣 我用完了身上最后一根蜡烛以后 不得不拿出身上最后几块木头 合成一个工作台 在我放松紧急的时候 一只苦力怕悄无声息的摸了过来 唉 好在对我没有什么危险 我才开始安心的合成铁桶 顺手再做几根火把 没办法 我不能带着栽欧buff进村 拿到火把和铁桶以后 我又松了一口气 看样子可以重新起航 开始探险了 我的当务之急呢 是找到一头牛 可这沙漠中哪来的牛啊 谁知道 这种时候 发生了令我欣喜若狂 甚至忘记身上有栽欧buff的状况 不远处的沙漠中 沙漠神殿 它再次出现了 唉 看到这个沙漠神殿背后散发着光芒 我寻思着我是不是来过这里啊 还有一点小失望 可我也没有放弃另外一种可能 背后也可能是一池岩浆 我先解决周围的怪物 再去一探究竟 嘿嘿 果然是的 背后不过是一池岩浆而已 看来这次沙漠神殿 我并没有来过 由于之前吃过沙漠神殿的亏 这次我不会再贸然闯进沙漠神殿了 我要解决所有周围的怪物 等待白天再进入沙漠神殿 沙漠神殿的大门如此的诱人 我没忍住就把头给塞了进去 看 果然又老X屁藏在这里 我想了想 还是等白天再进去吧 哎呀 太阳终于晒到了我的屁股 我也从神殿的侧面开始潜入 神殿的各个角落都要插上火把 毕竟为了我的安全着想 马上就要开始寻宝之旅 真的让人很激动 不知道这次会给我什么神奇的附魔书呢 用我熟练的操作 来打开这座神秘宝藏吧 马上就到了 加把劲 甚至还可以顺手再拿9颗天气炸弹 就我家那种小村子 几颗炸弹就一位平地了 第一个箱子里面是一本抢夺一的附魔书 我的钻石剑没有抢夺属性 算是一种实力的提升吧 第二个箱子还好 有一颗金苹果 不算太差 再来看第三个箱子 又是金苹果 拿走拿走 开启第四个箱子的时候 我好好地祈祷了一下 心诚则灵 出来吧 风力武附魔书 果然 果然有附魔书啊 会是什么属性呢 nice 超级棒 激流二附魔书到手 从今以后 我就是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的亮彩了 哈哈 你三叉几呢 怎么了 三叉几这个东西早晚会有的 你急什么 不知道小伙伴们 看到这本七六二的附魔书 有没有眼红的呀 哎呀 不用羡慕我的了 配合我上一本 深海探索者的附魔书 我现在简直就是为了海底而生的 以后 我就是海王了 这也太爽了吧 右方一个